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美妙的歌声回荡在地下道让人想驻驻聆听 已经在基隆市地下道表演超过两年的街头艺人洪凯迪 对基隆地下道环境感受最深 除了灯光海水及有时会出现的蟑螂老鼠外 街友最让他与往来行人感到困扰 他更自嘲民众不知道该打赏给他还是施舍给街友 然后他们会突然乱冲乱跑乱骂 然后会把这边的行人全部吓坏 然后小朋友也不太敢走这一条街 因为我之前看过很多小朋友都会被怪叔叔追 对 对我觉得然后其实灯光的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亮的感觉 对对所以说其实有些行人会选择 因为像上面现在有那个斑马线 所以他会对宁愿走比较危险的斑马线 不愿意走比较安全的相对安全的地下道 我自己这样表演下来 看了很多人都来这边表演之后 就是越表演越没有兴致 因为环境脏乱以外旁边的街友其实很影响 因为大家其实不知道给街友还是要给街头艺人 对于基隆市地下道环境好坏 市民反应也是两极 不过对街友问题却直言 对基隆观光会有负面影响 好像比以前好一点 好一点 所以你这边会害怕吗 不会 可以在整理一下像水沟的地方 对啊而且这边蛮多街友的 对啊 走路会有点害怕吗 害怕是还有可是有时候会突然变很多 对啊而且有时候观光客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是对基隆来说可能是不好的印象 负面影响 长期关注地下道问题的基隆市议员 佟指挥表示跟市区景观相比 这里就像第三世界一样 由于今年10月2021 基隆城市博览会就将登场 佟指挥呼吁基隆市政府应该紧速改善地下道问题 那街友的问题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 我们会在另外的做安置 跟想办法来一致 那我们可以让市民朋友直接的感受是我们走路不要滑 地下道不要漏水 所以我们会希望市政府可以在城市博览会之前来改善 不要让外县市的朋友觉得我们 我们的海洋广场 国门广场 甚至游轮广场非常漂亮 但是地下道却是第三世界 据了解 日前基隆市长林佑昌亲自带领多位市府一级主管到现场视察 并要求立即进行改善照明及地面环境等 不过要彻底解决 并不容易 加上民众行走地下道的比率逐年降低 地方也出现地下道存废的讨论 记者张启腾 季庸报道